在SA方來的世界裡 沒有辦法將對手抱頭 就只好自己抱頭痛哭啦 各位觀眾朋友 接下來進行的SA方來 又是傳統好戲 跳遊華爾斯白的 卯勝的是橘子熊隊 這兩隊的恩怨情仇 真的是說也說不完 特別是在本賽季 目前華爾斯白的是 三連勝橘子熊隊了 來看一下目前在SA方來的 戰績排名的狀況 華爾斯白的七勝三敗的成績 是排名的第一名 一位太陽神六勝四敗 排第二橘子熊隊三勝五敗 由於閃爹浪是三勝七敗 特別要提的橘子熊隊 其實有所起色了 咱先來介紹一下 今天要出戰的雙方的 教練跟巡手 首先介紹的是橘子熊隊的 龍騎教練葉任龍教練 第一位選手是神居為名 蘇智偉選手 第二位歡迎的是 裕豐 徐茂勝選手 第三位呢 大帥哥SJ徐浩章選手 緊接著介紹的是 修瑞 吳家瑋選手 最後是雷神索爾 廖冠銘選手 好 接下來歡迎的是 華斯白的總教練 Hoop教練 許向軒教練 第一位選手是 土司超人 三正明洪選手 第二位是 小國王King 王獻智選手 第三位歡迎的是 赫羅 莊人杰選手 又睡飽了 酷飽 睡很飽 接下來歡迎的是 蜘蛛毒鴨BOT 隱雄選手 最後介紹的是 軍績手 莉歐林冠哼選手 好的 在今天這兩隊要交手的地圖 是沙漠陣地 沙漠陣地同樣是一個爆破的任務 那這張地圖當中可以看到 畫面在左邊這邊 我們稱它為大炸點 在右邊這個地方 我們稱它為是一個小炸區 那這一張地圖 這個從以往的這種數據經驗來講 是進攻幫是佔有大約有60 那其實60的話 差距應該就沒有太大 尤其這一張地圖當中 像天台以及中路的 這個陰點的施放 那以及水井區的一個攻站 將是這一張地圖 這個獲勝的一個重要的關鍵點 是 華爾斯拜德在本賽季 過去打了10場都沒有打過沙漠 而至於橘子熊隊打過一次 在10月5號以5比8 輸給了曉月太陽神 不過提到橘子熊隊 在上場比賽上個禮拜天 10月20號總戰士 獲勝了8比4在威尼斯 贏了尤以閃電狼 終止了他們之前 SF戰隊的四連敗 四連敗 雖然是這邊是直敗了 但是他們對戰華爾斯拜德 本季 還沒有開虎 還沒開虎 零勝三敗 其實在上個賽季 電競六年的下半季 這兩隊的交手 華爾是五勝一敗 領先橘子熊 而且是一敗之後五連勝 這樣答案應該會算了吧 對 在上個跨季 華爾已經是八連勝橘子熊了 就等於橘子 對上穿黃色衣服的那一隊 已經八連敗了 對 尤其在這一季 大家如果印象還比較深刻的話 這就是被華爾斯拜德 到達的這個經驗 對 讓很多橘子熊隊的粉絲 看著電視 跟著有點扼玩 對 可以跟大家報告一下 本季他們兩隊第一次交手 第一次交手 在9月21號 衛星那張地圖 橘子熊前面 7比2領先 7比2是什麼 聽牌了 聽牌了 原7比2領先 後來被到達華爾連追6分 反而是華爾8比7獲勝 是 那很心痛吧 都已經領先了 都已經聽牌了 那第二場呢 比數是8比7 是橘子熊先6比2領先 然後被追到6比6 然後也是先聽牌7比6 最後華爾連得2分8比7 是 第三次交手 在衛星 一開始橘子熊3比0領先 被追到3比3 然後在6比3橘子熊又領先 之後 連被華爾得5分 是 所以前三場 華爾通通是8比7 三場都打滿了 對 所以就是讓大家印象很深刻 尤其本季呢 他們交手三次 三次都被華爾斯巴德 用一個還滿殘忍的到達 是 而且都打滿了 15回合 一定都要打滿15回合 儘管是兩隊在這個賽季 第四次的交手 好 那比賽正式展開 我們可以看到了 三半場是由 橘子熊隊擔任的是我們進攻方 華爾斯巴德擔任的是 防守方 進攻方是有紅色的血條 一開始遇風就損了很多的血 好 修林今天呢 一開始 都哭吧 就被手亂炸死 剛睡醒來就被人家騎吃拔蠟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華爾斯巴德呢 在這邊做一個潛壓囉 SAM從後面已經打掉SJ 但是呢 在大炸區呢 我們可以看到呢 橘子熊隊呢 已經安裝定時炸彈了 所有這邊又炸掉了Leo 喔 三個要回四個 而且呢 定時炸彈已經完成設置了喔 哇 維尼鞠掉了SAM 再鞠一個BOT 維尼鞠了兩個 但是手包的被打掉 但是 哇 時間來不及了 對 第一個回合是由 進攻方橘子熊隊拿下的分數 取得了1比0的領先 現在進入到的是第二回合 橘子熊隊喔 雖然終止了先前的四連敗 但是他們現在還是對華爾跨季八連敗 對 小心 手錄彈 而且這本季的那三四逆轉喔 所以對於這個橘子熊隊呢 這整幾個 不管這四七或是戰績喔 這個真的是影響相當的大 哇 在這個回合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呢 華爾斯巴德呢 現在已經人數上是有領先了 來 天台上面 天台上面是我們賀羅 是 不過我再仔細看一下 上個賽季他們最後一次的交手 比數也是8比7華爾獲勝 哇 這兩隊等於跨界連打四場的8比7了 喔 華爾斯巴德 哇 利歐跟波特各打掉了一個 現在呢 剩下維尼 那維尼今天這個穿 穿裝穿得這麼可愛 哎呀 火櫻花槍的 不過還是寡不敵重 身邊華爾斯巴德拿下了這一個回合 1比1雙方評審 失敗 來 小心 手錄彈 它進入到的是第三回合啦 小心 手錄彈 好 在這邊我們可以看到單單進攻 喔 現在呢 這個回合我們可以看到呢 我們橘子雄隊呢 是採取不一樣的戰術喔 往小炸區這邊挺進 手錄彈這邊打掉了一個 小心 小心 手錄彈 對 這個點喔 地道這邊突破過來 小心 手錄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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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 喔唷 小心 手錄彈 喔 維尼這邊呢 又拘掉了一個 小心 手錄彈 小心 手錄彈 在中路喔 橘子雄也有所掌握喔 兩個 HIGH SPIDER剩兩位選手 橘子雄這邊有四個 要去 去撞蛋貓 對 喔 維尼喔 喔唷 好準喔 好利喔 鋸掉維尼 這時候呢 這個就把利用 因為呢 他在鋸掉維尼的時候 其實位置應該就已經暴露出來了喔 是 橘子雄隊拿下這一分 目前是2比1的領先 然後進入到的是第四回合了 尾銀截至目前位置表現還算不錯喔 三個回合呢 已經打掉了五個 好 現在呢 小心 手錄彈 幾乎常犯有喊了 一個暫停了 對橘子雄的所有這邊 小心 手錄彈 鍵盤被雷打到嗎 同期教練趕快過去關心一下 好 對 龍騎教練當然這口氣 真的忍不下去啦 就每一次呢 就是到手的這個鴨子呢 就從嘴巴還被搶走 對 明明那隻那個燒鵝啊 已經咬在嘴巴裡了 都還被人家搶走 對 還被黃色小鴨被捉了 對 被小鴨壓給捉了一下 好 好 30秒左右 好 30秒左右 好 每個細節都要給他 看管好 好 我也不能不得不佩服 華爾斯巴德的韌性 當然 就是說他們這種團隊的這個韌性 表示他們平常在練習的過程當中 真的能夠把一些狀況模擬一眼 甚至於在心理素質上面的一個提升 畢竟他們裡面像 GOLT也是打了這麼多年的這個選手 那我們這個香繩HOOP 也是呢 算是一個老謀生算的一個教練 對啊 還背著國旗 對 打過國際賽的 化身中華隊 代表台灣打國際賽的SF戰隊 所以 他們對戰軍之雄 能夠從逆境當中逆轉 也真的 不得不佩服他們 就是說在HOOP教練的這個字典裡面 應該有不少的一個戰略 所以他們不斷的 因為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不管我們以往的在比賽一些像 甲族 業宇 甚至一些比較新進的選手 剛加入職業隊之後 就是說他們可能腦袋裡 只有1到2的一個戰術 就是說1不行就打2 那2再不行呢 那就死 那但是像HIGH SPIDER這邊 他們可能他們戰術很多之外 1不行 2就換2 2再不行就1加2 類似這樣子 他們對於包括一切這種身份 手法 走位 戰術的運用 團隊的這種默契配合 真的是沒有話可以說的 橘子雄 不然像他們 今年第一次遇到橘子雄 2比7的落後了 對 心裡都涼了半截了 是… 竟然還可以到達 打天得6分便8比7 我勝 好 現在狀況排除了 繼續進行的是第四回合的賽事 好 打中… 在中路呢 還有這水井區 這個地方呢不斷在做埋菸喔 好 菸完之後就突破 哇 但是反到這邊 我們可以看到呢 這邊呢 防守方呢 我們HIGH SPIDER這邊 被打掉了兩個 好 這一個情報收到 應該的Sam已經要被圍掉了 果然不錯 哇 修瑞 國軍勝利 橘子雄隊再拿一分 3比1的領先 橘子雄隊 接下來進入到的是第五回合了 小心 手錄彈 好 中路的蠻煙的 地道這邊呢 也有人在做蠻煙 小心 手錄彈 好 其實熊隊呢 這個回合似乎呢 先朝小大去這邊挺進喔 但是Sam呢 這邊打掉了修瑞 小心 手錄彈 哇 要下去要注意了喔 這邊Sam又打掉了一個 哇 都是超人 厲害喔 又是Sam耶 對 好像三個都是Sam打死的 Sam 這道防線呢 攻擊都不錯 對 他從地道又 都慢慢地走出來 但是維尼這邊也打掉了兩個 對 連區掉了兩個喔 吃汗來了 Sam 維尼拋小槍 Sam打掉維尼 SJ跟Sam兩根的 從這個俯視圖看就有趣了 躲到箱子後面 一個躲住旁邊 Sam打到SJ 哇 Sam是不是演出一打五啊 對啊 他是不是一打五啊 我們等一下會請工作人員 幫我們確認一下喔 對 這回合是 White Spider的Sam 我們本來想說Sam應該不太可能喔 因為呢 像 他打掉一打三呢 是在小大區這邊 那其他的兩名選手是在水井 算是呢 一個在北 一個在南 想不到呢 我們吃汗Sam 這樣子慢慢地摸著摸著摸到天台那邊 好 我們剛剛工作人員跟我們確認了 沒有錯 Sam White Spider的正明紅選手 剛剛那個回合 第五回合 演出了一打五 哇 而且他這個一打五 本來還想說 他這個回合如果打一打五就神了 他從小大區那一路摸到水井那邊 還可以再打掉兩個 哇 跑遍了整張地圖喔 橫跨南北極去殺了五個人 喔 對 尤其他在最後呢 跟SJ呢 這個都互相知道對方的位置的時候 那時候他血量呢 是比呢 SJ多了一些喔 哇 但這個回合他就死了 對 他第一個死 所以現在 華爾斯白的防守方這邊 人數還是有優勢喔 血量方面也是有優勢 是 四個對三個 一個換掉一個 哇 有誰啊 維尼 被KING給打掉 華爾斯白的把分數追上來了 雙方3比3 戰成評審 接下來要進入到的是 第七回合了 上半場的最後一回合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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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局呢我們可以看到 從主事圖可以看到呢 其實熊隊採取一個三二開局 三個呢朝水井 兩個呢這個破中路 小心 小心 哇 中路這邊呢被 有被擺掉 對 我們才正在說 這個被擺了之後呢 這個眼睛一張開 不過還好 好 玉峰剛剛演出一個一打三 SJ這邊也打掉一個 玉峰打了兩個 然後SJ補一個 我現在確定SJ 他可能要去吃你 好 現在君子熊隊 好 VOT 兩個 SJ跟SURY 這個很 雙彈呢 對 而且呢 在天台上面是SJ 就在那邊瞄 對 應該走出來 嗯 後的也看 心舉旺動 就在水塔後面跳著跳著 對 不好回喔 他現在壓力在他身上 對 他換邊了 換邊再走回來 剩下十秒鐘了 至少要八秒滑沒得猜了 好 賣場 對 但是SJ還是把它打掉了 對 橘子熊隊 是拿下了這個回合的分數 上半場七回合戰完 橘子熊是取得了 4比3的領先 先休息一下 再來看下半場的比賽 小心 橘子熊 華爾斯巴德與橘子熊隊 元老吉的SF戰隊的大對決 上半場七回合戰完 在沙漠陣地是橘子熊取得了 4比3的領先 橘子熊已經是跨季八連敗 給華爾斯巴德了 那現在要進入到的是 下半場的比賽 雙方攻守互換 換選的是 華爾斯巴德擔任進攻方了 紅色的血條 這是第八回合開始 是 那經過這個中場的一個休息 我覺得兩隊目前的選手 士氣都相當的高 那這個不斷在這個隊伍的喊聲 尤其剛剛那時候我們在從 大家沒有看到的時候 王憲哲不知道高興什麼 跳得一直出球 誰一開始就被炸死了 華爾斯巴德這邊一個221的開局 對 一路往前挺進 封被一個點掌住一下 但是馬上抱著被馬補掉了一個 三個打三個 三對三的殘局處理 華爾這一波的進攻一開始 進攻點散得滿開的 對 但是似乎沒有受到一個太大的成效 現在反倒讓華爾 讓橘子熊擔任防守方 在中路水井這邊都被壓得緊緊的 中路這邊位置似乎有被看到 那紅色5號就是剛剛賽平志豔講的 King王憲哲選手 對 他就剩下他一個人滿血 對 要跳到哪裡去 哇 這邊呢 SHOOLING要小心喔 哇 才說的時候 King就打掉了這個SHOOLING 對 因為呢 可能呢 SHOOLING呢 這個主要是想要去瞄地道喔 想不到另外一邊呢 是有我們的這個King 好 三個人做一個集結 小組搭配 要一路往前挺進喔 這邊互換掉了一個 哇 哇 威尼 結果這一波是 而且雙方之後兩敗俱傷 所以是由防守方 橘子熊隊拿分數喔 哇 最後都互打掉耶 因為兩隊十個人 一丁血都沒勝了 對 所以是由防守方的橘子熊隊 拿第八回合的分數 哇 但是SHOOLING呢 在下半場呢 又被炸死一次了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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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SHOOLING的規定就是你 進攻方一定要達成任務 才算得到分數 對 你要不然就要達成任務 要不然就把對方呢 這個五個人呢 都極力自己還留著喔 對 那當雙方都完全沒有留下 任何選手的情況之下 就需要防守方獲勝 是 表示他的任務沒有達成 對 哇 但是這個回合很快喔 這邊呢 懷失敗的五個人呢 都存活著 對 拿了一個頑頭勝 4比5 是 很糾結 現在進不到第十回合了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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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一個二三開局 我們可以看到的 Sam呢是在天台這邊 又是S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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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哇 那顆是最先吃到 手流湯 小心 好 水井這邊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Sam 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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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到兩手 進攻方的懷疑 目前的似乎呢 把這個局的熊隊呢 小心 小心 有一點點小小的這個困住的感覺 好 索爾這邊呢 用索爾彈呢 做一個突破 原本呢想要試圖進入小炸區呢 被索爾呢 用索爾彈給炸死了 好 人數呢來到四個打四個 會在 好 要交火 要交火 對 從水井挑出來 安了定時炸彈 索爾Sam能互相換掉 各換掉了一個 還踢了 巨峰打掉了 但是定時炸彈已經完成設置了 剩下17秒 17秒 你看要強衝了 這時候不衝不行 不然時間會不夠 Lio就拘掉一個 Lio兩個 9 8 來不及猜單了 來不及了 5比5 對 進攻方的華爾斯巴德 拿下這一分 10回合 站穩數5比5平手 好 也是連拿2分 來到第11回合了 我們兩個隊 真的打得很糾集 也讓呢 目前呢 在收看呢我們 回來威樂台的這邊呢 不管呢 是群體熊隊呢 還是華爾斯巴德的粉絲 都是相當的緊張喔 那其實在電視機前面呢 應該躍躍他的手蠻緊張的 因為他現在呢 跟華爾斯巴德只有他 也只有半場 有個勝差 好 SJ這一次總算 SJ這一次沒有率先吃巴辣了 對 而且他是率先擊殺的對手 是 打掉了赫羅 SJ 華爾斯巴德打掉了玉峰 Stan打掉維尼 哇 Sam又打掉了一個 Shurin 哇 Stan是在上半場演出 本季第一次 一打五的選手 華爾斯巴德 連拿3分 現在6比5的領先 華爾斯巴德 這場比賽今晚第一次領先 前面最多是追評 對 現在呢 是首度的領先 領先 好 好 我們可以看到呢 華爾斯巴德又是採取了一個2 3的開局 看看呢 這個針對這個2 3的開局做一些因應 然後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呢 Sam又做一個突破囉 Sam這邊如果讓他摸到的話 這個對居住熊隊來講 這個很危險 摸到了SJ 摸到了SJ 又是SJ 然後他摸了就跑 哇 Leo跟波特各一個 哇 現在摸完之後呢 應該呢 閒的也是閒的應該呢 去小大區喔 維尼 維尼去掉兩個喔 對 我們看 Sam呢剛剛摸完之後呢 他也沒有呢 算不練戰喔 維尼去掉三個 但是他只剩一滴血 但是學生很少了 一滴HP只剩1了 用橡皮金毯就會掛了 而且他很 人家已經裝蛋了 很難回 而且剩下最後十幾秒的時間 真的就可以看到呢 Sam呢今天最來呢 他的手 這個槍法喔 這個手感很好 他打掉了SJ之後呢 他也不練戰喔 他先往後退 然後慢慢讓隊 讓其他的隊友呢 去做這個一個混戰之後 哇 Sam又來了 然後馬上去裝定時炸彈 結果華伊斯巴特連拿4分 現在反倒是先聽牌了 7比5的聽牌 7比5的聽牌 7比5聽牌 三個Sam目點的機會 來到了第13回合 現在呢 邀約太陽城呢 跟橘子熊隊的粉絲 所以應該說華伊能逆轉 我們也可以 對 好 用這樣子來鼓勵一下 自己的選手 Sam又打掉SJ Sam又打掉一個 Sam的1打2 好 薇尼總算把這個很麻煩的Sam 給打掉了 薇尼總算把這個很麻煩的Sam 三個對三個的餐局啊 賽末點囉 對 而且呢 這時候呢我們可以看到呢 想要進入詐區是不容易的事情 薇尼守在那裡 對 薇尼守在那邊 如果呢三個人 這邊三個人在做小組配合 先丟個蛋 好 看到了 看到了 中一個 兩個 好快的槍 被反鞠 橘子熊隊 薇尼至少先守住那一波啦 對 那三個人準備呢 要去大詐區的時候呢 被守在這邊的薇尼 這個連打下兩個 難怪是神鞠薇尼 對啊 屠幾槍 屠沒辦法連八的 而且他是真的一槍一個 對 但無屈發 6比7 來到第14回合了 一正是華爾斯巴德的三落點 小心 小心 這兩隊已經跨季連打 四場8比7了 對 但獲勝都是華爾 薇尼熊已經是跨季 八連敗給華爾 但是來到第14回合了 好 從地到這邊 我們可以看到呢 華爾斯巴德呢 準備要突破嗎 哇 小炸區幾乎都是華爾斯巴德 這邊呢 的人喔 五個都在這裡 好 這邊呢 兩個 三個的一個小組搭配 那吉利熊隊呢在尋點 對 結果鋪了一個空 但是華爾也沒有很 對 也不敢冒然去裝蛋喔 對 對 沒有裝蛋 還撲有人 還撲有人喔 還撲有人 好 華爾斯巴德 現在會不會有人呢 想要說從浮世路看 沒有人想要去撕著裝蛋 好 有人似乎要發起呢 攻擊發起囉 對 剩下一分鐘的時間了 好 華爾斯巴德呢 要掌握這個主動的一個節奏囉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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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爾斯巴德 四個對上軍事雄兩個 這個時候就會有人去裝蛋了 GOD就會去裝蛋了 對 人數上有優勢 一個要揮一次大一個 而且還有蛋 又是Sam 好 在這場比賽 華爾斯巴德是以8比6擊敗的軍事雄隊 華爾斯巴德是以8比6擊敗的軍事雄隊 是對戰軍事雄隊 本季四戰全勝 跨季已經拿到了九連勝了 好 我們也謝謝這個階段的 賽事講評至宴 以及觀眾朋友先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看 新海戰八二